六万年一遇的扫把心划过北京城 网友惊呼 国王要死 习近平慌不择路 掏空家底救经济 中国人越来越悲观 中产吐槽 国运很丧 在中共当局正在热烈的庆祝中共建政75周年的十一长假期间 而一颗据说是六万年一遇的彗星划过了北京城的上空 由于彗星在中国的传统化当中 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扫把星 所以中国网络当中这一颗就炸骸过了 有网民就说扫把星划过北京的上空 这不是什么好事 还有网友表示这估计是要出大事了 甚至有很多人引用了中国一些历史典籍当中的说法 说扫把星出现有人要兵便要弑君 国王要死 这来自综合媒体的报道说 在10月1号中共纪念建政75周年之际 在当天的凌晨到10月2号的凌晨 一颗六万年一遇的彗星扫过了北京的上空 引发了热议 彗星在中国民间又被称之为扫把星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常被视为不祥之兆 有网民发视频表示 10月1号的凌晨拍摄到了彗星从北京的上空扫过 视频显示彗星出现之初只是一抹微弱的光运 渐渐的光运越来越强 拖着尾巴的彗星清晰可见 并且快速的扫过北京城的上空 在10月2号的时候中共的官方媒体央视新闻就报道说 该媒体的记者在北京拍摄到了六万年一遇的天外来客 命名为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 该彗星从北京的国贸建筑群旁升起 该彗星在10月10号到12号还可以观测 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是由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 于2023年发现的 其轨道周期有数万年之久 而在十一期间六万年一遇的彗星扫过北京引发了热议 有网友说彗星另外有个名字叫扫把星 网友说官金一见谷 古人株连九族的刑罚不无道理 还有网友表示将要有大事发生 六万年一遇这下热闹了又是重大历史时刻 还有网友说扫把星出现不是啥好现象 既得彗星在中国古代表现异象 表示天命有变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当中 彗星的出现都被认为是不祥之兆 称之为灾星 会为一国的国王或者是男性贵族带来灾难死亡 也与战争瘟疫天灾动荡相关 而中国古人把彗星称之为星辈 而中国西汉时期的思想家董忠书就认为 被者恶气之所生也 而中国西汉时候的宗室大臣文学家刘相 则表示被星乱成类转杀之表也 而在中国的汉书和后汉书当中 记载了几十次星辈的现象 还表示在当时的社会当中 也对应的出现了灾害兵乱世杀等些事件 今年在台湾媒体上报当中 作者颜纯沟就发文表示 习近平这一次的救世是慌不择路 而且他已经掏空了家敌 没有别的办法了 这来自台湾媒体上报 发表了一篇署名为颜纯沟的文章 作者表示习近平掌权有一个特点 便是偏执 凡是他决定的是 一定冒天下之大不为做到底 不过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那便是知死 危机去到临界点的时候 他还是救命为上 三年风控和西方模式争高下 结果白纸运动一来 眼看政权动摇 一夜之间180度大转弯 又搞得民怨沸腾 经济多年下滑 习近平死报国进民退不动摇 与西方死磕 内政外交陷入困境仍然不为所动 今年经济恶化的惊人 眼看动摇统治根基 习近平又一夜翻转 掏进家底 想改变全民欲后悲观的情绪 中共这一次全方位财政金融提振政策 是尽地一保 不作则已 做就要惊天动地 造出足够的声势来 提高市场信心 引诱内外资金入市 一举改变当下全面深刻的危机 股市是市场心理的温度计 亦有风吹草动 股市最先反应 消息公布之后的第一天 小股民蜂拥入市 竟将交易所电脑系统挤爆了 隔天 中国的各大银行的门口大排长龙 小股民蜂拥到银行借钱 借了钱转身到交易所去入市 一派热闹的景象 但是股市也是实体经济的情余表 没有经济低迷而股市畅旺的道理 也没有经济畅旺而股市低迷的现象 二者情理是一样的 中国股市会不会起死回生 不取决于短暂的入市气氛 而取决于长远的经济成长 小股民以为政府万能 见政府掏空口袋倾巢而出 只担心输在起跑线上 气急败坏的入市一路发横财梦 一路吃惊风散 直到被政府收割方才罢休 作者表示 中共提振股市 首先意在营造一种未来荣景 改变全社会的悲观情绪 那样百姓手中的钱 才肯拿出来消费 市场便有了解冻的希望 市场活起来 做生意的人有钱赚 内外投资杀盗 人人抢钱 政府税收提高 解决财政之困 然后一切顺风顺水 日子又好过起来 这是习近平一厢情愿的大忌 此外还有一个 不会一之于口的阴谋 中央借钱给上市公司 回购自己的股票 先稳住股市 上市公司低价买入自己的股票 然后券商和金融机构一起哄 小股民纷纷入市撑起 股市必然向上走 走到一定的程度 上市公司见有利可图 自然会将自己手上的股票再抛出去 很多上市公司是长期亏损的国企 低价入市高价出售 上市公司先赚了一大笔 解了困钱还给政府 政府又没有损失 小股民掏钱替政府打救国企 政府救了国企 还赚了交易税收 股民蒙在鼓里 积极配合无偿奉献 直到股市掉头往下 那时轮到自己被套牢 小股民冰火两重天 苦水往肚子里吞 还怪不得政府 作者说这一波倾囊而出的 就是能不能往狂澜于击倒 这个问题不需要问专家 只凭常识就可以推断 按理中国经济下沉 已经不是从今天开始的 要救经济早五年应该救 之所以拖到今天 只证明习近平的偏执 已经近于病态 早前李强外访的时候 说雇本赔源 那不是中共高层 真的认识到酒病不能像猛药 而是还指望中国发展道路 能够简燃眉之急 最后发现越坚持越死得快 只好刹车掉头 正如疫情无预警的解封一样 绝境回头 近地一保 希望还来得及 但是中国经济的问题是体制性的 是根本和深远的内在因素造成的 国进民退能改吗 中美交恶能改吗 人口老化能改吗 供应链外移能改吗 思想封闭能改吗 恶法管制能改吗 诸多体制的恶 严重捆绑市场经济手脚 窒息私人投资 地方政府敲诈勒索百姓 官民关系恶化 政府陷入塔西坨陷阱 社会一盘散沙 暴力盛行安全不保 失业减薪成常态 没有内政外交大政方针的调整 拿一点钱出来 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病急乱投医 面临绝境慌不择路 中共这一波财政金融救市 非但没有给人足够的信心 反而表现出一种六神无主 手足无措的印象 股市突然翻转 如果没有实体经济做后盾 便没有长期向上的根基 一切都只是表象和假象 去到一定的程度 股市必然掉头往下走 那个时候市场的踩踏 将更加的可怕 政府倾巢而出的结果 不但财政方面出血不少 而且令民众感到 政府前驴继穷的失能和焦躁 这一波如果有效 中共或许还可以再挺一阵 作者表示 如果以上的分析不离谱 便知道有效机会是微弱的 而这一波如果失效的话 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为习近平已经几乎没有什么招了 而这一次中国的十一长假 并不像中国官方媒体宣传的那样 民众热热闹闹的出行去消费 很多的中国民众 尤其是北京和上海的一些中产机器 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十一长假 他们完全兴奋不起来 甚至直言感觉国运很丧 这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在10月1号的时候度过了中共建政75周年 中国官方依然描绘民众热烈出游消费的欢庆景象 而根据国际媒体对中国民众的访谈 许多地方却感受不到曾经弥漫的欣喜和乐观 更有中国的民众直指 基于对整个经济的不可预期性 他和身边的朋友都认为国运很丧 美国之音以及德国第一电视台 在10月1号的时候 不约而同地报道了 中国民众对今年十一的感受 归纳出了上述的总结 根据德国第一电视台的报道说 近年以来中国经济成长速度放缓 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低出生率的问题 且中国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对外展现出自信以及强硬 对内则在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统治下 管控更加的严厉 对言论的监控和审查不断的加强 公民社会遭到晋升 报道指出相较于几十年前 如今中国许多人的生活确实更为富足 但是在中共建政75年的此时 中国许多地方已经感受不到 几年前弥漫着的那种欣喜和乐观 美国人的报道就表示 从事翻译工作的北京的中产阶级 化名为周飞 他就表示 谁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好 但如今有什么能够支撑这个国家好呢 中国的经济支柱是民营企业 但是经济基本面好了吗 大家都愿意想好 但是现在哪些方面是想好的呢 周飞直指他和身边的朋友都认为 国运很丧 这种心态来自于对中国整体经济的不可预期性 如今大部分人的心态都比较的淡薄 没有恢复到疫情前一到假期都欢天喜地的状态 因为对未来的预期比较低 朋友们并表示 把自己的基础生活安排好就行 不要有特别高的预期 不过周飞还是决定十一长假期间 丧中作乐一下 尽管知道交通可能堵塞 他还是决定带着妻子和女儿到北京郊外去度假 而现年37岁的北京的白领阶级女性 化名为杨乐的女士就观察表示 今年北京十一的气氛并不浓 最主要的原因是今年经济不太好 很多人失去了工作 如果国庆再大搞 那肯定会被骂 估计国家也没有钱搞 不久前刚刚宣布的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政策 不少人在骂 再大肆的庆祝 那得多少埋怨呢 杨乐提到 根据他的美甲师说 身边的朋友都没有工作 现在很多人都没钱 中国国内的经济也不好 只是不知道有多糟糕而已 又看不到实话 而针对中共官方描绘民众热烈出游消费的景象 周飞和杨乐都认为 中国民众的出游高潮并不意味着繁荣 而是低迷之后的反弹 周飞并说 这不代表三年疫情之后 大家的收入更高了 而是三年疫情是花费减少了 所以会有反弹 周飞更是直言 中国官方发布了一个带节奏的新闻 标题是打开国庆的某种方式 他表示这种标题 他根本不想点进去看 不会被他们带起来 而从事出版业的上海的侨幸民众则感慨 网络上主张今年应该举行阅兵的爱国言论 不见得是出自真心 当下的中国民族骄傲的情绪越来越没有市场 就是因为老百姓个人生活过得不好 而且现在多少有点内外交困的局面 没有心情庆祝 侨幸民众表示 今年十一中国民众对调整休假 以及补上班的关注远大于十一本身 因为很多人的意见非常大 不少人对官方安排连续几周接连上班六天并不满意 及时有连续休假来弥补 他并描绘十一期间中国基层民众的生活说 自己搭到的网约车 司机是刚到上海讨生活的东北人 司机告诉他 在东北老家没什么活可干 到上海开网约车 一周没有下过车 累了就在车上睡 醒了就开 报道提到 如今中国民众对十一等些爱国宣传逐渐心生反感 像是中国海南三亚的轻轨电车经营单位的党组织 9月24号的时候公然在电车上举行唱红歌迎国庆 并且在抖音上直播 引来了大批中国网民的不满 直接吐槽导致评论被紧急关闭 另外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联合研究报告表明 过去十年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中国人的比例 骤降了26% 无论是底层百姓还是中产阶级 亦或者是社会精英 都面临着减薪失业生活质量下降 或者是破产等些威胁 对现实的不满和抗争正在积聚和蔓延 维权世界暴增 另外英国广播公司BBC 在10月1号的一篇文章当中就提到 根据总部位于美国的非盈利机构自由之家旗下的一眼网的数据 中国2024年第二季度的抗议活动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8% 而负责研究的一眼网的四位编辑之一的凯文斯拉腾就表示 至少四分之三的案例是由于经济不满造成的 自2022年6月份开始到现在 一眼网已经记录了近6400起此类的事件 而英国广播公司BBC引用了哈佛大学的教授马丁怀特 和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中心的教授 斯科特罗泽尔与中国学术界合作的研究报告就说 过去20年中国民众对经济前景的看法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尤其是现任中共党魁习近平执政之后 民众对前景越来越悲观 研究发现2004年的时候 有近60%的受访者认为 家庭经济状况比五年前好 同时对五年后的前景感到乐观 到2014年习近平上任的时候 感觉生活变好和预期未来更好的比例 上升到76.5%和73% 不过2023年的数据显示 只有38.8%的人感觉经济状况比过去有改善 预期未来会更好的人下跌至47% 对比2014年的峰值下跌26% 对未来感到悲观的比例 更是从2004年的2.3% 升至2023年的16% 研究团队在2004年 2009年 2014年 以及2023年进行了四次调查 调查对象是20岁到60岁的 中国全国代表性的样本 但是西藏和新疆被排除在外 样本规模从3000到7500不等 所有调查都使用相同的问题 一是调查具有可比性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明显 明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显 我们正在订阅 cities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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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